外交部调法司副司长许博弈 大动作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提告 国民党立委许巧新泄密 立法院的关系文书都列为密等 那很可惜 许巧新委员身为立法委员 却知法犯法 玩法弄法 将这个公务机密 公租于媒体面前 是公务机密保护于无误 外交部认为 许巧新委员违反刑法第132条 第一项公务员泄漏国防机密罪 许巧新之前指控台杰合作援助乌克兰案 依次图立厂商之嫌 甚至介入当地的政党政治 还将两国的合作公文密件 擅自对外公开 让外交部人无可忍 依照泄漏国防以外机密罪 对他提告 面对外界的质疑 许巧新却神颖只在脸书发文 说政府想要掩盖的事都用密件来遮掩 不就是要让立委无法追查吗 外交部要对他提告 他说欢迎 还强调外交部前一天才说 他空炫来风 一切公开透明 隔一天确告泄密 不就证明他的说法是真的 这是他的诡辩 徐委员泄密在先 这是违法 据此揣测 妄议他国的内政 损及两国未来的互信与合作 这是破坏我国的对外关系 徐委员一再穿着附会 含沙摄影的做法 也不符做人的道德标准 外交部不会纵容泄密 以致危害对外关系的不法行为 机密文件的监督 依法你可以要求招委排机密审查 直询问到宝 外交部基于机关的权责 要向地检署告发泄密 我觉得这是外交部 责无旁贷该做的事情 外交部紧咬泄密就是不对 坚持以司法途径 伴徐巧新 明镜新闻林静胡锦顺 台北部导